病治阴 你找到了阴之后 而且现代大部分的病因 都是你的生活习惯错了 你改变了生活习惯 就治好病了 所以治病不一定是用药 你要养病 就创造了一个相反 上升的趋势 气血高度高到一定程度 该取决于你的身体 这跟炒谷一样 重点不在于今天的起落 关键是这段时间的趋势 养生其实就在养一个趋势 大家好 继续来到生命的绝者系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跟睡眠有关的话题 吴老师 我有两个在睡眠方面的问题 想跟你进去深入去请教一下 第一个我发现 有很多人心脏病 它是跟睡眠有很直接的关系 有可能是因为睡得不好 导致的高血压 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 心肌的梗塞导致了睡眠不好 好像这两者都有关联 我曾经见过一个医案 我们有一个大夫呢 帮助一个病人 排除了他心肌里面的那些肌液 令到他这个心血管通得更好之后呢 他睡眠就好了 对这种问题你怎么看 其实中医来讲 心跟肾 是一个属水一个属火 心属火 对 肾属水 对 那睡眠最重要是不肾 那心火一高 你基本上都不容易睡 对 心火或者干火 我们从经络上看是这样 这两个一高的时候就不容易睡 相对的 你肾虚很久之后 心火跟两个伤 对 这两个是互相影响 所以特别是老年人 老年人一定是肾虚之后 就心火长期就上升 所以心火 它会造成你不好睡 你不睡的 睡得晚 睡得面不好 又会造成心火的上升 两个是互为因果的 本来就是这样 就好几次 就有些人 这个都来找着我们 一个大夫看病 都是女性 我统计了一下 他们都有膝盖冷 然后觉得老是觉得脚冷的情况 睡眠不好 后来有个大夫就说 是因为你身体太冷 尤其是整个的热能不够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的大脑会觉得你快接近死亡了 所以就老要用你做梦 在梦里面你在奔跑 累 被追杀 再加上白天做的各种事情 对抗恐惧 对人的仇恨 日常的情绪和内在身体 现在需要运动结合到一起之后 就形成一系列的恶梦 睡不好 所以万般总结一下之后 我就发现说 基础体温对某一类 经常感到冷的女性睡觉 睡不好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所以我给他们的最重要的建议 就是把自己身体搞暖 甭管什么方法 搞暖 暖水袋也好 穿秋裤睡好 穿两条秋裤 穿袜子睡觉也好 结果真的还蛮有效的 是啊 因为你为什么膝盖会冷 你总体血不够了 血量不够了 对 所以身体就处于那种 拆冬墙补膝壁的那种状态 这边有了那边就没了 心脏的大脑需要血 对 所以他这个时候 只能先把它保温起来 等到那是早睡 让肿血量增加之后 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边的冷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现象本身还是一个 肾虚或者气血虚的一个结论 我有一位中医的老师 李克老师 他跟我说 他说他治某一些慢性病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一种晕选反应 他说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会把你以前得过的病 再得一遍 然后才会好 是 这个其实 因为我研究治愈很久 人体的治愈很久 就是 眼睛 对 味道 那么 还有 没有 终于 我 感谢观看 它会反复的修复同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脏腑的平衡概念 身体五脏六腑 不管你气血高还是低 高会在高的地方平衡 低会在低的地方平衡 假设我现在气血比较低 我现在受了某个器官有问题 它就开始帮你修复 修复到跟其他水平是一样的 我现在开始调养 早点睡 每天早睡 按照这个标准的方式来生活 然后身体就开始上升 上升不是这样上升 它是先把某一个器官拉高 然后拉高之后它变高了 再去拉最低的那个 再把它拉上来 再这个 它再又回来 所以在养生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你同一个毛病 过一段时间又来 过一段时间又来 所以它是轮着来 整个身体修复的 过治愈的过程 它要把每一个脏腑的能力提升 同时要兼顾到五脏的平衡 所以它脏腑是螺旋式的 不断地回升 这样的才会 你就会发现 你同一个毛病 一段时间又来 这个道理解释得蛮通的 因为我们在平常观察朋友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本来这个人没什么事 结果调一调 调成感冒了 本来你觉得没道理 感冒 他为什么感冒了呢 是啊 他有可能身体有能力感冒了 这个就是 发烧什么的 用一个例子 大家比较能够容易理解的 比方说 我们八个人去吃饭 OK 那这餐厅的东西可能不干净 就吃了七个腊肚子 有个不腊肚子 那你是认为 那个不拉肚子是不是最强壮 那肠胃是最好的 其实不是 你要去想 还是回到 人体内部的 设计者的角度思考 就是说 身体怎么样判断 吃进来的东西是干净还是脏的 它已经把吃进来的东西 跟里面的环境去比 这个太脏就把它拉掉 所以那不拉肚子 里面可能比那个还脏 怎么拉 所以他的 所以你就看说 小孩 发高烧的概率比较多 小孩一吹风就感冒 一次脏 一次坏脏的东西就拉 为什么 他身体是新的 他很反应很灵敏的 年纪大里面太沉顿 就像人家讲个笑话 自行车 什么都想 就那个铃铛不会响 各种机能反应迟钝 就不生病了 所以没有能力生病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看很多老人 他身体不好 他整年都不感冒 他是没有能力感冒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量经络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治病其实 还是回到基本生活 我们面对疾病 每个人 我长个肿瘤 我就想 是不是很快就不见 你睡一觉 他就不见了 对 就看个病吃个药 他就不见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定一个目标 目标不要定那么高 定可以执行的 所以 任何一个 一种慢性病 都是你长期生活不对 长期除一个下降趋势 气血下降趋势下 慢慢慢慢形成的病 那你要养病 就创造另外一个相反的上升的趋势 那上升趋势我刚刚讲 就是吃睡拉把它做好 那什么样叫做好 幼年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好 每个人都会了 都曾经有过了 现在睡不着了 现在吃不好了 那是现在变得问题了 你想办法把这个治好 所以治病 像癌症 我常常缺癌症的病人 你不要去治癌症 不能吃自吃 不能睡自睡 不能拉自拉 你癌症 有一些医生把它当成毒 以毒攻毒 那可能把你搞死掉了 但是 不能吃自吃 不能睡自睡 不能拉自拉 通常都是 用最简单的药 而不会用很复杂的药 用很危险的药 那你吃睡拉都好了 加上时间 这个好了就会形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上升趋势之后 只要有一个上升趋势 加上时间 它就会上升到很高的高度 气血高度 高到一定程度 该解决问题 它身体自己会解决的 这跟炒股一样 重点不在于今天的起落 关键是这段时间的趋势 趋势 在牛市里面 闭着眼一买 然后持有一段时间 你就能够赚钱 在熊市里面 只要你不碰股票 别人都亏了 你还有钱 你就能赚钱 是 治病 调养生 其实就在养一个趋势 所以它需要时间 你不能够说 我去看一个病 今天人家教我一个方法 我马上一个礼拜 我怎么还没好 这不可能 常常又问说 我需要多少时间 来把这个身体养好 我常常给人家建议是说 你们十年的生命 用一年来养 就很划算 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说 大部分的慢性病 一定是你自己创造 对 所以我观察了一些病人 什么样的病人 有机会康复 什么样的病人 很难康复 那种怨天尤人 你得了病 老师 我怎么命这么不好 为什么 我运气不好 为什么是我得了 都是谁谁谁的原因 对 为什么别人不得 为什么我的 那回来看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去看 看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要真正的 要养生 你要真的学习 你先相信一件事情 所有的病都是你自己创造 其实我觉得跟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就是 人要对自己的身体 自己要负责 但是那个负责 包括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 我命在我不在天 你要花时间去研究和琢磨自己 治病治阴 有时候不一定要吃药 你找到的因之后 而且现代大部分的病因 都是你的生活习惯错了 你改变了生活习惯 就治好病 所以治病不一定是用药 找到最根源的地方 把它去掉就好了 刚才给大家放了一个 比较长的片子 虽然是娓娓道来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领略到 无脑当中的一个真谛 其实作为纯净生活 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还有一个价值是 向大家展示一些高人的生活 可能作为大家来讲 你们身边接触到 就是接触的最紧密的 真正懂生活的人 可能就是我这一个人 你们不要用我们的思想 和我们的智慧 去和你们身边的 所谓的医生去比 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的医生 他就是一个从业者 只不过是包装盒上告诉他 这个要治什么 他就会治什么 只不过他只是知道 哪一个指标出现了 我用哪一个要去对应他 就结束了 而你会发现 不管是在梁东身上 还是这个吴清忠吴老的身上 包括我们一会会用到的 李兆平李教授的这种身上 当他的资历阅历年龄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对生命的理解 一定是站在人的这个范畴当中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来大家看一下 李兆平 李兆平教授 世界华人营养师协会的推荐教授 他是美国洛杉矶 加州大学的医学教授 然后 林达斯多特瑞 然后这一个人 人类的冠名的讲师 也是人类营养中心主任 然后兼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学的方面的学生 也是美国营养学会 12名理事当中的唯一的一名华裔 然后全美营养医生专业委员会的主委 也是世界华人营养师协会的会长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医院的科座教授 那么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我们给他 他是2012年 还获得了一些加州议会 等等给他颁发的一些奖项 像这样的一些人物 就是到现在已经年事已高 但是当他们反思营养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他的著作当中学到什么 我今天下午就给大家解读一篇 李兆平教授的文章 我们先记住他这个人 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很简单 是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个自媒体 邀请李教授写的一篇文章 大家能看到吗 2018年的12月 其实是一个蛮老蛮老的一篇文章了 到现在有四年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些专家学者心目中 怎么吃才叫有营养 或者说我们构建营养价值的体系是什么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是他的介绍 我们就不管了 好 我们看这一段 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 30%是基因 70%是自己掌握我们的营养和生活方式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学识越到一定程度 他越不在意药物 包括吴清中老人 包括梁东 他们搞的这个自在睡眠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健康博主和自媒体人 因为你真的 以前我们都很相信神药 换句话讲 我们都用了毕生的追求 想探究明白一个药物 然后去寻找一个药物来治疗疾病 后来只有经过了30多年的魔力之后 突然间会大彻大悟 根本不是药物能够带来的 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 讲到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他说营养是名词也是动词 那么这既然是名词的含义是什么呢 营养物质 营养物质是我们所自己能够吸收到的 这个叫营养的名词含义 动词是什么呢 营养 好 这两个字 什么叫营 什么叫养 营是一种经营性的行为 我们发现营是什么呢 营是一个房子 草子头 然后下面两张口 营是你要带有着一个经营的思想去寻找 我把什么拿到你自己的房子里边来 营是营地 大家能理解我们中国的用语吧 为什么叫营养这两个字都特别有好玩 营是营地 什么能够搬进来 取决什么 你的大脑 养是什么呢 养是目的 我们要通过自己从大自然当中 叨等回来的这样的一些柴米油盐 那这样的一些饮食结构啊 来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曾经给大家给我讲过一个观点 其实和李教授是异曲同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自己的饲养员 所以大家以后对于营养这两个字 要理解 它既是名词 我是有营养的东西 那么它只是一个名词 作为一个高手的理解 他要知道这是个动词 养是目的 营是知识 是水平 我们再看李教授来怎么描述他的营 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题吧 你们会发现在李教授的文章当中 他讲了一句话 大自然提供的天然食物 是我们需要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来源 不会有人跟你说没事 随便你吃 吃病了 咱有药 谁会这么说 制药企业会这么说 资本家会这么说 让你们去胡吃海塞 随便吃 吃了之后咱有药 因为我能挣你的钱 而作为一个学者 大家是内敛的 大家是自律的 说句最难听的话 像我们这些人是要脸的 不希望你们会走了弯路之后 说我们是骗子 说我们怎么怎么样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当我们给你们讲了知识之后 大家拿着我们的知识去搜索 你会发现越高级的营养学家和学者 越认同我们的观点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问医生 医生不应懂 但是你拿着我的观点 你去互联网上搜 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学者型专家 很认同我们的观点 来大家认为我说的对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你问很多医生 就你们身边的医生 他真的不一定能够说出来对和错 但是你去互联网上 找这些大牌专家 学者型专家的观点 跟我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那么好 你看在李教授的这个文章当中 也不会说高血压不可怕 汤尿病不可怕 咱们有药 没有人会这么的胡说八道 那么他也说 怎么来吃的好 那么我们听听李兆平教授的讲解 好吧 来我给你们解读一下 什么叫营养素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叫做什么呢 叫一个七大 每天必吃的七大物质 那么按照李教授的观点 分为了这三种 水它排列在外 红量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 和植物营养素 我们看看美国营养学的观点 什么叫做红量营养素 红量很简单 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主要能量的物质 比如说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脂肪 比如说蛋白 这也是我常给大家讲的 只有这三个能够给你的身体供应能量 吃蔬菜 你不会有足够的能量供应 一定要靠碳水 靠这个脂肪 靠蛋白 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脂肪必须借助碳水 才能彻底氧化 好 我们解读一下这样一句话 在体内 碳水化合物脂肪 脂肪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脂肪必须要借助于碳水 才可以彻底氧化 我是不是再三告诉大家 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高 和高密度脂蛋白高 都不是你所关注的重点 而你的脂肪会不会被氧化 这才是问题 而反向推演 你只要是甘油三脂不高 你只要是血压不高 你不用去看你的低密度和高密度 就是低密度高密度 证明你的血液当中的 这个小船比较多 它是个载质蛋白 它载质蛋白上面送脂肪 你就让它去送 你不用管它 但是我们要控制的是什么呢 当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结合之后 带来的被氧化的脂肪 被糖化的脂肪 这个大家能记住我们这个观点的 打个一我们看一下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观点 所以我再三要求大家是什么呢 你们家里边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切断什么呢 脂肪和碳水的连接 这个我跟你们讲过没有 要切断就你这一餐可以吃牛排 你可以吃鸡蛋 但是千万不要吃汉堡 就是要把碳水和脂肪的连接断掉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要理解这些大专家讲的 每一句话的一个由来 而且你看 下面也说了 蛋白质脂肪 刚才说在体内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可以互相转化 互相替代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吃肉 但是精米白面吃多了 甘油三脂很高 有脂肪肝 是不是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因为你们碳 因为你们很少有人能够懂得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是互相转化 互相替代的 能再次强化这个观点 为什么说一定要知道 脂肪和碳水是可以减除掉 但是只有当脂肪跟碳水 功能不足的时候 人类才会动蛋白质 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一定要记住 不管你吃的脂肪 蛋白还是碳水 到最后都变成你身上的脂肪了 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要学会 算自己的饱腹感的来源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 我吃的是馒头 我吃的是面包 我不应该胖 不对的 就是你只要是热量超标 馒头和脂肪是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感觉一下 什么东西更容易让你饱 你比如说 当一个特别喜欢吃碳水的人 你吃碳水要吃两个馒头 你更容易超量的时候 你就不如去吃点牛肉果 吃一点芝麻酱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你腻 虽然说他们的热量值很高 但是你的总量可能会变少 这就是我们要大概有一点点知识去计算的 好 我们这个不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们先一旦而过 下面就是什么 微量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就是包括我们讲的维生素 矿物质等等等等的这样一个东西 包括什么就是蔬菜里面有等等的 这个大家简单的理解 知道这个词 钙铁磅铜都算 微量营养素 下面是什么 植物营养素 我请问大家 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所缺乏的主要的 包括番茄红素 叶黄素 低聚果糖 花青素 β胡萝卜素 对人类有益的植物营养素 超过多少种呢 200种 这些物质在抗氧化维持肠道健康的作用 这个量越高 对你们越有好处 来你再问问自己 有多少北方人的中午饭是炸酱面搞定的 有多少人的早餐是包子加豆浆搞定的 有多少人的晚餐是啤酒加羊肉串搞定的 来 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就是一天当中会很少 或者说有两餐 或者至少是一餐没有植物营养素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人 太多了是吧 明白了不 知道自己听课的价值是什么了吗 当我们带你们去解读这样的一些专家文献 你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 来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写的是什么呢 怎样吃才有营养 我们正常的一日三餐都应该有蔬菜水果蛋白脂肪等等 他当时讲了一个一个餐盘里边四分之一的蛋白四分之一的水果 然后少量乳制品 然后这个样子的一个结构 就是一半的蛋白一半的全穀物 四分之一蛋白 四分之一全穀物 四分之一蔬菜 四分之一水果 少量的一点点的乳制品 而且特地提到了碳水化合物 要多使用未加工的和轻加工的全穀物 和我告诉你们的一样不一样 和我告诉你们的是不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你看我吃饭的结构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他这里边就是讲了一些关于 我们关于油脂的选择 来我们看看关于油脂这一段 那么脂肪的选择包括什么呢 要选择优质脂肪 包括什么橄榄油啊等等之类的 不经过加热和化学处理 明白了没有 我们为什么在强调大家一定要用亚麻子油 而为什么不让你们吃橄榄油 为什么呢 橄榄油的奥米格6跟奥米格3的比例是1比4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油 但是你如果在家里一日三餐自己做 你可以用橄榄油 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着大量的时间是在外面吃饭 外人不会给你用橄榄油的 所以你难得自己吃的机会一定要只吃奥米格3 一会我们会讲到这个观点 今天时间比较紧张 来我们看看下午关于这个好脂肪坏脂肪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什么好脂肪包括坚果呀 牛油果油呀 奥米格3呢等等等等的他都罗列在这边了啊 我们包括核桃呀黄豆呀鱼呀亚麻子啊都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为什么建议你们吃亚麻子吃鱼 因为我们中国人们毕竟是要吃一点点的这个猪肉啊牛肉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 多吃一点点这种亚麻子的油能够把你包括吃牛果 能够把你吃的这些不好的油的比例呢给你调整一下 来我们再往下看 他在这里边那么蛋白要搭配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蔬菜要新鲜当机呀等等的这个很多的内容我们就不说了 蛋白质说了啊 一定要记录这句话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搭配 好我们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么他下面至于怎么样确保摄取啊 这些内容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解读 来我们再往下看看 他推荐的食物结构是什么 来第一蛋白质乳清蛋白 来我们我们就大概大家过一下就好了啊 第一乳清蛋白 第二维生素D 假了维生素D长期被忽略 但是防晒霜啊等等的不够产生 一定要补充 这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 建议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吃的 而且维生素D能够影响免疫啊 情绪调节啊 导致抑郁啊 过敏啊和乳腺癌啊 等等等等发病率相关 好 盖 也是讲了很多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这个 我们只看这些 在这些人的生活当中 什么是必需品 还有什么 医生员 来我们的身体细胞只占10% 90%是大肠内的 包括细菌真菌 他是我们的朋友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养好他们嘛 对吧 这就是我天天跟你们唠叨叨 养好你肠道里边的那些小虫子 再往下 医生员 医生员的话呢 来我们 我们看看他这一段 他关于医生员的有一段解读 我给大家找一下 医生员 刚才一不小心把他给退出去 来我们再看医生员 最基本的医生员是什么呢 碳水化合物 为什么这样一句话 在下面一节 在最后一节 为什么说 最基本的医生员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 尤其那些不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多糖碳水化合物 什么东西 古物类的膳食纤维 再结合昨天的一篇文章 每天增加15克 我们说熟的了 生的5克 熟的15 15克左右的 古物类的膳食纤维 能够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为什么 肠道菌群的作用 好 再往下 Omig3 脂肪酸 在这里边 因为他是在美国 美国是没有亚麻子这个东西的 所以他们是以鱼油为主 他下面写了一句话 Omig3报告什么 EPA DHA 那么EPA在里面可以转化 我们所说的亚麻子粉里面主要就是EPA EPA在人体之内是可以转化成DNA的 所以单单的吃EPA亚麻子粉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美国很流行鱼油 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吃鱼油 一个是什么呢 量不够 还有一个说实话 中国没什么好鱼油 我们更纯净的吃亚麻子粉 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做法 好 再往下一点 大家看一下 好 在这边 在美国是什么呢 2004年 美国食品营养 就美国的FDA 高纯度鱼油 作为处方药上市 目的治疗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些作为营养补剂的这种销售 那么我们所说的亚麻子油 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会有大家配一个小杯子 你如果说 因为它的味道有一点点怪 哪怕你的孩子接受不了 每天自己学会喝一杯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Omega-3的补充方式 它是植物的 鱼油是动物的 我建议大家在中国的大环境下 吃鱼油 不如好好地去吃鱼 三文鱼 是我食物餐桌上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你如果想吃鱼油 不如养成吃鱼的一个好习惯 好 我们再往下 抗氧化 抗氧化这个概念 我们大家给讲了很多次 就包括我们所说的紫色食物 包括我们的小球藻 包括我们的纯本原氧 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的物质 好 下面一段特别好玩 营养代餐 那么为什么在美国非常推荐营养代餐呢 就是营养代餐 它首先一个 它自己是经过了一个综合配比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一杯蛋白粉一个骨棒 就是我们是经过计算的 你大概需要多少卡 需要多少维生素 需要多少矿物质 你看在他们这里面的营养代餐 包括什么呢 代餐粉 代餐棒 包括代餐奶昔 以及代餐粥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中国很超前的引进了一些国外的一个健康概念 还有什么特一食品 特一食品这个概念呢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能不太听到 那么特一食品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限 代谢紊乱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膳食需求 那么特一食品的里面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的纯本营养 这就属于一个特一食品满足特殊营养需求的一种食物来源 大家能理解了吧 好 我们看看这些结束 生命不息 营养不止 那么在贫困的时代 最好的营养就是这些 但是到了今天 脂肪和糖类大多数超标 那么我们人体比较欠缺的是什么 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 植物营养素 你们经过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大家是不是发现 怎么这个产品里面的结构跟我的一模一样 或者说跟我们给你们提供的一模一样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像他们李教授抄了我的 还是我抄了李教授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打个一我看一下 觉得我们俩是互相在抄袭 或者说我们俩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偷偷摸摸的干了点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为什么 核心观点一样 因为我们都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角度 或者说是从一个更希望大家获得健康的角度 输出知识 因为输出知识之后 像李教授他们没有提供产品 我们是在输出知识的同时给大家筛选 那么给大家提供团购的价格 给大家提供奖学金 给大家提供了我们的办学基金 我们是真的希望能够把这些全中国人 非常需要的健康知识输出出去 大家能理解吧 真的是一个学者型的苦心 因为作为我们来讲 你说吃喝不愁 每天的生活的日子 给自己做的饭也挺简单 但是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时间来给大家引领解读这些东西 讲解 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结构设置 至少听完我们的课程 你现在是不是知道早晨看见包子和豆浆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一个意识 今天早晨我吃了包子吃了豆浆 中午我得吃点菜来补一下 来大家是不是现在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当你们有了这个意识之后 是不是自己身体的植物营养素就被你的意识补了一点点上来 我们说现在你是不是从内心当中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 引导他去吃蔬菜 是不是成为了你的一个必须的工作 我们的很多伙伴以前也是处于什么呢 大米饭配红烧肉 烧饼加牛肉 配点点馄饨 小米粥 很爽很嗨的一个吃法 这就是没有赢 但是就不会有痒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吃饺子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很多伙伴可以吃饺子 可以吃包子 但是会多吃一点点蔬菜 然后少吃几个饺子 让生活变得有盈有养 来回答我一下 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是不是懂得盈 然后懂得养了 以前是什么呢 胡吃 有没有这种改变 有的打个一 我看一下 好 再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我刚刚在开始直播之前的一篇文章 大家看到没有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 标题叫什么 防疫要扶症 扶症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是刚刚开始的 这个是几点钟呢 4月13号14点 就刚刚开始我们在直播之后所发生的 那么疫情发生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副校长 广东省中医院的院长 那么张忠德吧 是不是叫 对张忠德 然后南北奔波了11次 讲了这是什么呢 他的保温湖里的护身方 保温湖里的护身方 那么他这个护身方都包括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是说中国疫病年间 中国在长期以来发生了几百次的瘟疫 但是这些瘟疫为什么没有打倒中国人 因为他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护身方式 这个是今天健康时报的一个刚刚发的一个报道 那么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来我给你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面是包括什么 他在这个钢字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西洋参 陈皮 黄芪 炮制的茶饮 还有他现在在里面加了什么 木棉花呀 荷叶呀 桑叶呀 等等这个东西 能够针对着喉肝那等等的这种体质 做一些调整作用 那么为什么这种专家不会天天的 就是他们是中医院的院长啊 没事吃药不就完了吗 干嘛没事和我一样 而且你发现我每天会换着茶喝吗 为什么呢 这是聪明人呀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积极 用不同的茶饮调理身体 根据不同的区域 包括说给大家增加一些补皮的呀 给大家增加一些清热的呀 给大家增加一些调整身心的呀 你看他们这里面也讲到了 饮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饮食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在找那句话啊 那么饮食重在补皮 包括你看春夏之交 包括饮食什么呢 包括紫苏叶呀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恰恰是我今天查里面的一些成分 包括玫瑰花 小麦 麦冬等等等等 一定要记住不要看不起我们这帮人身边的这种小细节 这才是我们日常的小心机 广东人其实爱喝汤 这是一个包括茶饮在内的习惯 汤是什么呢 是把茶饮的很多东西放到了这个里边去 那么我们的茶饮当中 其实很多成分和张忠德教授是一样的 强化是补好气 顾好脾 化好湿 什么紫苏 生姜 太子参 党参 五指茅桃 西洋参 黄旗 陈皮 沙人 白树 霍香 土芙苓 木棉荷叶 百合 灯芯草 你看今天你们去看这个文章 你慢慢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茶饮里面都会有 所有的配方是公开的 所有的成分是一样的 所有的专家的理念是一致的 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个什么事情了 第一还是那句话 我们帮大家做好配物 做好筛选 做好清洗 做好加工 让你们懒一点 我们是把很多的前期工作做完 你比如说像亚麻紫粉 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们只要见到了粉 首先第一 我们这个比较好人 我们用的是金色亚 金亚麻 它就比一般的 我们所说的那种中亚麻 它的亚麻木分素的含量偏低一点点 但是它的口感更像瓜子 我必须得考虑你们吃得下去 就比如说杏仁 杏仁分为苦杏仁和甜杏仁 当然甜杏仁是跟苦杏仁对应的 它不是甜的 它叫甜杏仁它也不甜 但是苦杏仁你们一定吃不下去 但是苦杏仁每天几克 对身体的某一些身体 它真的是有好处 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配舞的方式 让苦杏仁的味道淡化一点点 能理解了吧 包括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是给他做了个炒熟 炒熟之后抹粉 我们要让工厂不能榨油来保证它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你们去吃Omig3 所以我不能让它榨油 榨油之后就是豆沙 没有意义 所以这是我们在干的事情 帮大家做好的筛选 帮大家做好了清洁 帮大家把这些从包装到运输的很多事情 帮大家去处理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让我们的健康理念用更 因为可能很多人像以前 那个队员长你说的对 但是我不想做太麻烦 这是很多我们遇到的问题 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年轻一点的孩子 都说你说的很对 但是呢 你配好了给我 我施行 但是你让我自己买这么多材料去洗 一个一个的中药去刷 让我自己还要把它怎么样去切片去弄 我不敢 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 现在包括茶叶 像以前我们买的都是大茶饼 现在都是做成这种小份小份的 就是你因为大茶饼 你喝茶的你知道 你拆它也是个功夫 拆完之后的话 还要有个罐子储存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比较 说好听的是比较忙 说好听的是比较懒 就是不太愿意干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包括连做茶的都会把它做成小罐 就是一次大概八克 打开之后呢 你直接倒出来 所以这些工作的话呢 我们是通过供应链来给大家完成 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核心理念 不要把自己的希望放在生病之后去吃药 看一看这些真正的有名气的专家 听其言 观其行是最重要的 就是当这些专家们 他自己的生活 你去抄 你放心 他一定不会害他自己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在手里的话 代价又不大 每个月的费用又不高 而且其实为什么说健康生活是很省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日常的消费花在哪里 在我们看来非常浪费的地方是什么呢 奶茶 蛋糕 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健康意识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一天喝这样的一些就所谓专家泡茶 这能泡一天呀 够你喝一天的 不过几块钱 包括你 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结果一样 我不吃油炸的东西了 我吃特别好的油 但是我的量降低了呀 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一小杯子去喝一杯油 几毛钱 所以它是点点滴滴的这种生活小细节而累积的健康 你要理解它的意义 懂它的价值 就是一勺一筷子一杯水 把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纳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 带给自己家人健康 带给自己朋友健康 慢慢慢慢的才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收益 这就是一种良好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不要追求是什么 天天晚上啤酒羊肉串 天天晚上大吃大喝 不好好睡觉 突然间女病了 你来找我 能不能给我一个什么东西 打着疫苗给我 让我能够马上恢复青春 对不起 如果说有这样的东西 来你给我一百万 我敢说我每天都能收到几十个病人 你们信不信 如果说你就胡吃海塞了一辈子 我一针下去 你就生龙活活回到20岁 我卖你一百万一针是不是很正常 不会有的 把生活习惯像我们这些人一样 我们经历的多 我们见到的多 我们知道哪里有坑 我们知道哪里能够做到 踏踏实实的把一个产品 纳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 这就是养生大家们的一些共同认知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愿意把这种事情捞到给你们 就是希望你们有所收获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聊聊 关于健康的话题